啟德郵輪碼頭啟用後迎接第二艘郵輪 及最上次交通安排混亂的經驗 旅客解捕之前 碼頭已被的士進入範圍裏 各個商場亦增加穿索巴士 經過四個月打風旗 啟德郵輪碼頭迎接第二艘郵輪 海洋航行者號 郵輪載有三千多個乘客 主要來自澳洲和歐美國家 幾千人一次過出來 交通交會處一度出現人龍 碼頭在旅客抵港之前 已被的士進來等客人 但的士不多 船上近一半旅客 都參加了郵輪公司安排的本地觀光遊 有旅客說會去多些地方玩和賣東西 去女士市場嗎 你會買一些購物嗎 去購物 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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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何東西 馬頭營運商就說 今次安排接駐旅客的旅遊巴數目比上一次多了三勝 另外也曾經同過的士業界開會商討細節 認為今次的安排暢順 馬頭附近三個港鐵上蓋商場 也有安排穿梭巴士 到商場之後有地道小食送給他們 還有表演看 旅客都可以玩一份 有旅客說會從商場再出發到其他地方 今個月會有五艘郵輪訪港 商場預計收入會增加超過六百萬 旅遊景點再加購物 很多旅客都說因為我們近地鐵站 他們說我們逃晚時間回來買東西 順便回到郵輪馬堂的時間 就比較鬆遇的時間 不想太趕 海洋航行者號只是逗留十三個小時 凌晨一時就會離開 繼續前往越南、泰國和新加坡 下一艘訪港的郵輪 會緊接在星期三早上抵達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導